为了让新北市的传统产业更富有创新能量 帮助民生服务业更增进产值 新北市政府提出了三大传统产业的创新策略 初市长在25号这一天新北传统创新启动仪式当中 就期盼能够有效改善产业结构 提升劳动环境 来帮助产业创造更高的产值 也借此为劳工提高薪资 带动整体景气发展 在记者会上市长朱一文表示 传统产业以及民生服务业是台湾经济的重要基础 两者在新北市总就为人口数八成 其中传统产业占两成 民生服务业占六成 而现在投入最多资源的科技产业却只占了一成多 整个新北市就像台湾产业结构的缩影 近来新北市政府致力推动传统产业的创新以及升级 还有民生服务业的加值与出口 以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其实大家都偏重于高科技产业 但是传统产业才是我们的基础 传统产业才是我们的根 民生服务业才是我们每天生活的 必备的跟我们生活当中周边 我们最友善的一个环境的企业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民生服务业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 能够在新的世纪当中更具有竞争力 就是要让我们的传产能够不断的创新 书伦强调 由新北传统产业界约人口众多 必须挹注更多资源 投入人才培育 技术提升以及业业结盟 改善产业结构 提升劳力素质 帮助产业创造更高的价值 产业再回馈到员工身上 创造机会为劳工提高薪资 怎么样针对于整个产业 或者是个别的传产 包括我们今天特别提出来的七项 七大 七大我们传产业跟我们七大 民生服务业 都是我们生活或者是我们周遭 常见的 而且它更需要大家的支持 需要政府的支持 需要法人的支持 需要产业一起团结起来 它的创新或者是它升级的结果 或者是加值出口的结果 可以创造更多更多的就业机会 市府经济局表示 新北市政府提出三大 传产创新策略 首先营造友善的创新环境 打造新北成为创新创业育成的摇篮 二次导入云端化 3D技术等创新触媒 最后因应传统产业个别创新需求 规划导入创新技术研发 运用科技美学加值 培育创新人才等创新辅导做法 这方强 市府长报道